台湾地区的飞鼠一号火箭发射可为一波三折 台湾清理媒体自由时报称 台湾晋升太空科技公司打造的首枚民间自制火箭飞鼠一号 去年2月13日清晨在台东南田准备发射 但仅点火未升空 此后迟迟无法再发射 直到上个月或澳大利亚政府批准 在澳大利亚南部埃尔半岛的维尔斯湾发射平台 由太空企业南方发射器公司发射 不料在澳大利亚的飞鼠一号火箭仍命运多舛 本月10日因风势强劲取消发射 15日在发射最终倒数阶段 因系统没能顺利连击而宣告放弃 16日更在点火过程中出现内部故障 导致起火燃烧 当地消防局紧急出动前往灭火 22日南方发射器公司发布声明宣布 经评估后与晋升太空公司得出结论 不会再尝试发射飞鼠一号 对此自由时报报道称台湾太空梦碎 而除了飞鼠一号火箭发射失败外 台湾今年还有两个卫星差点失联 今年1月24日 美国SpaceX公司的低地球轨道火箭成功发射 疑似将多个国家及地区的143颗小卫星送入近地轨道 台湾的飞鼠和玉山在延期三次以后也终于拼车成功 跟着一起发射 143颗小卫星入轨后 各家纷纷与自己的卫星建立了联系 但飞鼠玉山却迟迟联系不上 绕台两次都收不到信号 就在党内专家焦头烂额之时 一位西班牙业余无线电暗号者接收到了飞鼠的信号 并发布在网上 台湾中大研究了好久才发现原来是该大学的卫星地面站坏了 不光放大气坏了 天线也年久失修 阳角误差高达15度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其中一颗卫星的电路抗辐射功能不足 提前终止运作 已在7月底正式退役 服役时间只有仅仅半年 不过就在台湾的航天事业如此命运多舛的情况下 台媒还在炒作台湾准备登月一事 台湾联合报等台媒报道 桃园市政府9月6日宣布 将和台湾中大合作 继续发展和改良此前的飞鼠号技术 计划在2023年登陆月球几地地区 不过这一消息自宣布后 岛内各方异性阑珊几乎没有什么人关心 区别人运多舍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